他自己的经验说出来 这个公开这个偏方的人 他本身是种荔枝种了五十多年 他说如果他二十五年之前知道这个偏方 他的太太就不会那么早 在洗神洗了十四年之后 最终都要离开他 而令到他的孩子是失去了母亲 所以他说现在他自己又要洗神了 他说洗神的病人 是主要因为肾功能不能够揮发的 他不能够去排液排尿液 所以他们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度尿之后 都不能够有起息 就一定要采取这种的洗神方式 他自己也是因为糖尿病 长期糖尿病 二十年的糖尿病 历史是很长久 引致他这个神功能去失效的 所以结果他都要好像他太太那样 需要去洗神 当他去洗神的时候 他从来都很对偏方 是有很强烈的排斥感 那么他只能够听医生话 二十年来听从西医的说话 他就去 他出之呢 就要去洗神 那他洗神的时候 他就说 我现在是坐耳待毙 与其是这样 那我不如试一下偏方 可能也有效的 所以当他洗第二次神的时候 他的小婶的娘家 有人去探他 问他你想不想试一下 可能有效的 那么这个病者呢 他就说 很愿意尝试 那么当日的中午呢 他的小婶就拿了一锅的汤给他 这锅汤呢 是那些猪腰汤来的 就叫他喝 里面大约有碗半 他当日就分开两次 就喝了这个汤了 第二天呢 他再喝一次 又是大约碗半的份量 同时呢 他吃了半个的猪腰 那在那天第二次喝的之后呢 他的排尿情况就有了改善 那么第三天呢 他应该再继续要洗神的 但是医生看了结果 觉得 你暂时可以不用洗了 那么大约呢 他总共喝了一个星期左右 这些的猪腰汤呢 结果医生很惊奇地说 你的神功能已经漸漸恢复了 你可以出源了 那么所以这个病者呢 他觉得这个偏方呢 他是很乐意和大家分享 希望能够救到其他的 有神病的病人 那做法呢 是很简单 是需要新鲜的荔枝核七粒 然后呢 一副的猪腰 一副就是两个 回来洗干净的猪腰呢 就将里面那些白色的根去除了它 然后洗干净的猪腰把它切薄片 将这个荔枝核呢 就是打碎它 用个沙布包住 就和这个切了片的猪腰呢 就放在一个大的碗里面 就加上将第二次洗米的米水两碗 第一个的洗米水不要 第二个的洗米水是总共两碗 就加在这个大碗里面 连着那个荔枝核和这个的猪腰呢 一起放在电锅那里蒸 大约蒸它半小时 然后呢 一次就将那些汤喝光它 他说这样呢 就有效的了 他说这个是很简单 又不需要花很多钱的洗神的秘方来的 他自己呢 就洗神就是拜这个的秘方所持 而可以不用再继续洗神 所以他说 来抖音急速吧 看视频 零现金